关于晚清时期的历史瞬间 后人们可以通过文献书籍去阅读一二 亦是可以通过保存了百余年的晚清老照片一窥其中究竟 然而无论是真实的流影旧照 还是照相馆里的生活场景摆拍 其实都值得我们去细看研究 大家好 这里是人文史说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喜欢的话别忘了关注本频道 晚清时期的慈禧太后 在寝宫里懒惊书籍的罕见旧照 理时的慈禧太后虽然已经年过百半 但是身为女子的她依旧十分爱美 每次出行或上朝都必定精心书籍打扮一番 这是晚清1903年的穷苦百姓 乘坐火车离开京城时候的流影旧照 据悉当年的火车从京城里的天坛出发 然后由前门大街穿过永定门一旁的窝口 而可出城时出 理时乘坐火车的费用不算太贵 一些穷苦百姓所凑几分银钱 便可乘火车出行 此为晚清时期 一位裹着三寸金莲的小角女子 裹足缠布之风 起于明朝年间 与清朝初期 天下文人雅师 兴起一股以三寸金莲小角为美之风 一些喜欢榴莲青楼储管的文人才子 开始写诗作词 称三寸小角四金莲之美 因此 民间裹足之风开始盛行 这是晚清末年民间里制作 牧传的场景旧照 众所周知 于十九世纪开始 当时有很多西方国家 开始在机械动力轮船方面 技术突飞猛进 而彼时的晚清朝廷 尚且还停留在牧传制造工艺 直到慈禧太后派人出国考察学习 此后 清廷对轮船的制作 才开始有了关注与施行 如为晚清年间 一位身穿吉服 头戴官帽的大臣刘颖旧照 据悉制身官服 乃是清廷大臣在夏季时的补服 只不过在如此炎热酷暑之际 穿着如此严实且长的官服 是否会感到闷热之烦呢 不过好在其官服的料子 大多是丝绸 棉麻之类的布料 其透气性亦是比寻常粗布 要好上许多 这是晚清朝廷梁光总督张之洞 在晚年之际的肖像旧照 老照片中的张之洞 虽然已经到了鱼木苍老之灵 但是其眼神霸气侧漏 依旧让人为之震慑不敢前进 文韬武略的张之洞 不但是蜻蜓难得的人才 而且其平时的生活作息习惯 一时异于常人 晚清时期 住在京城里的 其人福晋肖像旧照 老照片中的福晋 名墨好耻 亭亭欲立 将贵族女子优雅的气质 展现得非常得体完美 晚清时期的其人 原本就是受朝廷赡养 衣食不缺 所以其生活状态与精神风貌 自时比寻常百姓好上许多 晚清年间的朝廷士兵 在校场联系射箭时场景旧照 摄影师汤姆逊 所拍摄的大部分晚清旧照 呈现出的都是一道 濒临死亡的清朝 其实当时想西方国家 都已经在使用枪炮等热兵器 但是没想到 曾经被誉为 泱泱大国的清朝军队士兵 却仍旧以弓箭 大刀等冷兵器为主 晚清时期 福建闽江一带的百姓们 在江边等待船只时旧照 虽然当时的摄影技术 繁杂又落后 一台照相机基本重又庞大 但是很多类似汤姆逊的摄影师 却依旧咬紧牙关 克服种种困难 爬山涉水地 到各地拍摄百姓们的 生活日常画面场景 为后人研究历史 留下了密族珍贵的影像资料 晚清时期 福建闽江一带的百姓们 在江边等待船只时旧照 虽然当时的摄影技术 繁杂又落后 一台照相机基本重又庞大 但是很多类似汤姆逊的摄影师 却依旧咬紧牙关 克服种种困难 爬山涉水地到各地拍摄百姓们的 生活日常画面场景 为后人研究历史 留下了密族珍贵的影像资料 晚清时期 福建闽江一带的百姓们 在江边等待船只时旧照 虽然当时的摄影技术繁杂又落后 一台照相机基本重又庞大 但是很多类似汤姆逊的摄影师 却依旧咬紧牙关 克服种种困难 爬山涉水地到各地拍摄 百姓们的生活日常画面场景 为后人研究历史 留下了密族珍贵的影像资料 晚清时期 福建闽江一带的百姓们 在江边等待船只时旧照 虽然当时的摄影技术繁杂又落后 一台照相机基本重又庞大 但是很多类似汤姆逊的摄影师 却依旧咬紧牙关 克服种种困难 爬山涉水地到各地拍摄 百姓们的生活日常画面场景 为后人研究历史 留下了密族珍贵的影像资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